1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就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进行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由1月30日起至2月28日截止。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目前全港电话智能卡用户超过2100万,而其中1200万都属于匿名电话智能卡,占整体用户的5成6。 这正为不法分子制造了一个偌大的潜在犯罪空间,因此电话卡实名制将更有效打击涉及电话卡的严重罪案。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表示,匿名电话智能卡一直成为不法之徒的犯罪道具,在2019年,部分人利用匿名电话智能卡做摇距引爆炸弹,而大部分的电话骗案中,匿名电话智能卡亦有被广泛利用。 除了这样之外,其实很多不法之徒都是利用这些匿名的处席卡,做其他很多严重和有组织的犯罪的。 例如偷运人蛇,贩卖毒品,一些集团式的爆洩案,走私,科技罪案,以至与入境事务有关系的一些欺诈案件。 这些处席卡亦都可以被利用来做一些遥控引爆一些的土制炸弹的装置,如果是用了的时候,会威胁我们社会的安全。 由于这些处席卡是给到不法之徒,可以避免他的身份被辨识,或者是他们被调查或者是偵查。 即使犯案人士被捕,他们幕后很多时候犯罪的集团主佬往往都能够置身事外。 为了杜绝这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匿名处席卡犯案,我们希望尽快可以落实到这个制度,有助打击和防范不法之徒,利用这些匿名的处席卡犯案, 而且我们可以更好保障市民的人生和财产安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